其他单纯不想战斗的,去这里登记,也可以不用战斗。 但,我要提醒各位一句,付出跟回报必然是相辅相成的,选择要慎重。 因为,我只会给你们一次机会。 叶明,我这边登记得差不多了。 好。 这些不愿意战斗的人,你准备怎么办? 咱们基地刚刚起步,除了要解决怪物的问题,基建可是还缺很多苦力呢。 雷雷,带上剩下愿意战斗的,我们走。 好。 这群傻子,给点好处就愿意给他们卖命。 是啊,你看,那个你的,真惨啊。 那个光头竟敢杀了一个。 有个屁用,我敢说,那些魔精他们一块儿也拿不到。 这些人自己怒弱就算了,竟还在这说风凉话。 希望他们不会后悔今天所做的决定。 终,终于结束了。 这些怪物,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嘛。 日后,就该是他们怕咱们了。 仅仅一次战斗,这群人的心态就发生了改变。 日后好好培养,定能成为一支不错的队伍。 今天大家辛苦了,把魔精收拾一下,准备开饭。 好。 这就是你们今天的晚餐。 大家放开了吃。 我去,这么丰盛啊。 这比我末世前吃得还好呢。 那个蛋好大呀,我都没见过。 那是二级变异怪的蛋,能增强人的体质。 你们之前连怪都不敢杀,自然是没见过的。 之前咱们还在为了食物和水拼命。 结果叶鸣一来,就能吃上可以改善体质的食物了。 这宁丝糊涂啊。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? 食肉。 食肉。 焦,真焦啊。 喂,凭什么给我们吃了馒头? 你们确实这么好啊? 就是,这不公平。 我们要吃这些菜。 我现在觉得心躯基地也挺好的。 最起码不会养出这帮蠢褥。 臭女人,你说谁蠢的? 信不信老子宰了你? 不会说话的,就不用再说话了。 大,大哥。 你们这群人立刻去外面,把今天的战场收拾干净。 若是有人想逃的话,别怪我心狠手辣。 是,是。 有何? 袁绍,这次要不少东西啊。 怎么,拔财了? 哪儿啊? 就是遇到了个新买家,给他囤的。 咱们这边,能买得起你东西的,可不多。 这位新买家,是外来者吧。 什么都瞒不过海树,那群人已经去了云顶山庄。 他们倒是会选地方。 啊,雷拉,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,你考虑得怎么样了? 白色武器? 上一次见到这个烟带锅,还是灰色级别的。 这才几天,竟然就升级到白色级别了。 海叔,你也知道,我就这么点人,枪也少,去了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。 我就不掺和了。 没话少说,你要是不去,以后再来我这儿买东西,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。 好吧,我知道了。 去吧。 山哥,获得马好了,可以走了。 知道了。 海叔,我先走了。 哦。 老大,我们要和海叔他们一起去那里吗? 去个屁。 你以为海叔能有那么好些人,让咱们一起去跟他们瓜分宝物? 弄不好,可是要死人的。 好,好吧。 哎,老大,你说那帮新来的家伙也加入的话,会不会成功率高上一点? 你小子脑子倒是活络。 山庄外面来了一个车队,领头的叫袁上,说有钥匙找你。 来得还挺快。